Hello 大家好 我是Lisa 欢迎大家回到我的频道 在上一期视频里为大家介绍了 萌士很多与水相关的小游戏 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得到了很多爸爸妈妈的反馈 他们都非常喜欢这些小游戏 那么在这期视频里 我打算继续为大家推荐 更多的与水相关的游戏 而这期视频里的很多游戏 我都加入了很多一些绚丽的色彩 那么大家一会看的时候会发现 它很夺目 色彩会很缤纷 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小宝宝们 也希望更多的孩子会爱上这些游戏 那么如果你是第一次 打开我视频的小伙伴们 我的视频是教你如何利用萌士理念 和传统理念 将两者理念融合在一起 轻松带娃的频道 如果你希望看到类似相关的视频 那么请记得一定要订阅我的频道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这是染色游戏 游戏的目的 是让孩子认知多彩的颜色 来提升他们的创造能力 同时也会让孩子体会 指着神级的吸水性 需要准备一个托盘 也可以用几个小碗来代替 我们在托盘里 放入各种颜色的食物色素 颜色当然是越多越丰富越好了 然后呢我们需要准备一张厨房纸 纸的大小 大家完全随意 看大家心情 可以呢 按任意方式折叠 然后我们再来选择自己喜欢的颜色 将厨房纸逐一的占上不同的颜色 那么不同的颜色和折叠的方式的不同 会让作品呢 变得效果完全不同 也会让作品变得更加有意思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将纸慢慢打开 就会在纸的中间看到很多 五彩缤纷的印染图形了 那么如果是三岁以上的大宝宝 我建议啊 最后清理的工作 妈妈可以邀请孩子一起来完成 而如果是三岁以下的小宝宝 那么可能呢 就需要家长自己来完成清理工作了 这是低管水彩笔染色游戏 这个游戏呢 其实是上面染色游戏的加强版 目的啊 是培养孩子的创造能力 进一步锻炼他们的手眼协调能力 和小肌有精准度的把控 孩子们呢 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水彩笔的颜色 在厨房纸上画出自己任意喜欢的图案 然后再用低管来选取他们喜欢的颜色 慢慢的在纸上染色就可以了 在这里 我其实画了一个最简单的彩虹的图案 大家呢 可以自行的安排 画出孩子喜欢的图案 因为这个游戏啊 跟上面的游戏是非常类似的 这里呢 我就不具体解释细节了 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 都欢迎给我留言啊 也欢迎呢 后面大家把孩子们创作出来 有趣的染色图案 分享在我们的评论区里 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的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了 如果你们的宝贝喜欢今天丰富多彩的这些游戏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里面给我留言啊 那么同时如果在日常生活中 比如说你们也遇到了一些非常有趣的关于水 或者关于颜色相关的游戏 都欢迎大家在评论区里分享出来 我非常希望能够借着这个平台 帮助更多的爸爸和妈妈们 如果你喜欢我今天的视频 别忘了给我点个赞啊 那我们下次再见吧 谢谢大家 拜拜